所以说尤其你看到府院长这个从昨天开始 所有甚至他们的名代都开始在po这些图 直接告诉你说只推销一个概念说不会涨名声 那感觉起来这一波是不是真的是相对有效的hold住名月了呢 但是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你小心不要超过这个数字 因为呢如果住宅用电超过1000度以上 哪怕是1001度你就要涨9% 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台电影有算给你听 台电是说其实一般来讲的话不至于啦 不至于就是你什么他有算这个冷气的顿数 一个家庭有多少其实一般家庭是长不到的 那金部长王美化还教大家省电 他说要从小地方做起像是他的部长办公室 有两台冷气但只开一台 还有说我今年夏天还没有到 这个晚上睡觉还没有开过冷气 如果真的很热要开冷气 我也不会一直开开一个晚上 大概定时开个几个小时而已 好那我在讲的是他的他定在这个 1000度以上就要调涨9% 好所以这个其实势必是有猫腻也就是说 他某种程度也说就是要逼你家庭省电嘛 是这个样子没错吧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 你知道2012年那时候油电双掌的时候 那时候马政府马英九总统常常在总统府里面示范 只要有媒体去采访他 我们立刻离开马上把灯水手关灯 节能减碳 我都不开冷气 你知道那时候这个当时的立委陈其迈 说这个难怪因为这个房间温度太高 太闷了把总统的脑闷坏了 这个我讲真的 这个你现在回去找一下当年新闻 在野党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现在的在野党对王美花算好了 刚刚只有这个凯翔骂得比较凶一点 所以一样 我没有骂 我是客观的评论 客观的评论 基本上就是说对王美花这样的行为 基本上每一个朝代经济馆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都在做大家要节能减碳 但是我报告一件一个很简单的数据 去年我们的总用电量 来到2831度电 就全国总用电 而这个是比2020年 增加4.3% 也就增加了118亿度 那其中呢 我们的住宅 就是一般民众这个所谓的民生用电 才只有18% 就是大概527亿度 你知道那如果今天 你这个做这个什么 水手关灯啊怎么样 能省再怎么样 你就从那18%里面去省 可是我告诉你 光一个 光一个电子业 所谓的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他们一年用的电 就超过540亿度 就比民生的 就所谓的半导体产业 简单讲这种半导体产业 台积电等等 他们一年 运转的这个电量 就比你整个民生用电还高了 所以其实实际上真正用电大户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是制造业 他们占了57.1%的用电量 那我们政府如果今天要谈解能减碳 该要求的应该是这些工业用电大户 所以你说这次涨电价 他们涨电价涨上去了 可是我告诉你 他们还是基本上还是很低廉 你知道最高特高压的电压的平均电价 还是比民生用电低 每一度电的这个电价 还是比民生用电低 那你说一般老百姓 用1000度电容不容易 一般小家庭确实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我要跟很多官员 看数据你不能只看说 平均每一户用电 然后就说我们有97%的民众 不会受影响 大家不用担心 我告诉你光是租屋的民众 在外面租房子里面很多的房东 为什么说比如说租套房的 一度电他们都是收 现在平均在台北 5.5到6块钱是行情价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的法令有规定 如果你的电费 房东的电费 收的比台电的这个价格还贵的话 是可以去告的 可是有没有房客敢告 没有 我告诉你这一波 房东又要涨价了 他会跟你说 他是愤世涨 你会跟房东说我一个月用不到1000度电 我告诉你房东会跟你说 我这一户 我总共隔了比如说四间五间 一个用200度 我就超过了 我会被涨到 房东他会说 我这一整层楼 我总共五户六户 我是会被涨到的 你们没有涨是你们的事 我要我的成本增加 所以你们要多涨 的确 我调出那时候新闻来看到 2012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马英九不开冷气 省电 陈其迈真的说 会脑缺氧影响总统判断力 对啊 真的耶 你看在野党当时多么酸 现在不会酸了 现在关冷气都很正常 其实我都怀疑 现在很多官员不用确诊就脑雾 就是因为这个整个 其实从拉路还记得的话 2018年那一次 2018年那一次的 这个整个能源的 我们整个 就是说蔡政府上任之后 他们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政府部门27度才可以开冷气 然后呢中午会直接强制断电等等的 哇那时候的公务员 公家机关 那个电风上 猛吹 然后呢 每个人身上还要带毛巾等等 确实就是说这种 这种节约用电 其实政府机关也好 我们的小小的个人 都非常微小 那我讲到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租房子 我的前一个房东 他就基本上那时候就已经预告 4月份那时候要省电价 他就预告说 如果今年这个要调电价 我们还要再涨 那时候已经5.5了 一度电他已经算5.5 他说法律是有天花板吗 我告诉你 在房东眼中没有天花板 这回事啊 法律不是有规定说 做租屋他只能开到多少 我就问这个荧光幕的网友 有任何一个房东 任何一个房客敢去检举房东 他违反这个租屋的这个规定吗 就这么简单吗 你想不想租吗 那后来反正我找到新的房子 我就搬走了 所以我就这一波不会被涨到 但是确实有很多房东 在这一波还会在涨 你知道现在在台北 一度电如果已经租房子 一度电收5块钱的 已经算是逢新价 逢新价 对啊 你知道居然现在变成是这样 以前一般平均的台电的用电 平均一般的住户 大概一个月非夏季的话 其实平均一度 大概是2块5左右 其实是很低的 可是房东可以收到两倍的价钱 那问题是 房东他就会主张说 因为我整个加起来的用电 是超过这个台电涨价的这个度数 而且如果到夏季按照那个 那个分 他们分这个用电量去算这个电价 他就说他们会用到比较高的 这个电价的额度 所以房东有一套他们的算法 那今天经济部说97% 我告诉你这些房东 房东百分之百涨价 那这些租屋族的权益 你从哪里 你从哪里去跟他们讨呢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间接的这个涨价的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刚讲到工业用电 既然工业用电都会涨 里面有很多很多环节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陈衣厂 陈衣厂衣服他们这个 都是用机械啊都是什么 他们电价涨了15% 那拍谁你这衣服来 我这个代工的这个 我制作的这个成本增加 所以我衣服出去的批发价就增加 好接下来大家去这个夜市去卖厂 买衣服好可能就要多付个10块15块 环环相扣 对这个是衣服的部分 食品业制造这个食品加工 一样啊用冷藏的 尤其是那种冷冻冷藏的这种 这种这种设备的 他们的电费特别惊人的 那大家都会受到这个成本的影响 好所以这一波 大家其实我相信很多民众都很有感 今年1月 我们的这个整个物价已经涨一波了 有 今年1月是为什么 因为基本工资调涨 对 人力成本增加 今年4月又涨一波 3月4月那是什么 乌尔战争 全球原物料调涨 这是所谓的物料的成本调涨 好7月马上电价一涨 加上油价 这些所谓的能源成本调涨之后 就是万物皆涨 没有 我讲没有人是局外人啊 是不是逃不过 走不掉 对没有人是局外人 不是因为你用不到1000度 这个叫做政府选举话术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Go